心跟口都善 是属于纯善的人 即便是心口都不好 他人还得以防 只有那些嘴巴说得像摇顺圣人一样 心中气同杰作的狠毒 口中海誓三门 心中气暗怀陷阱 这种人积心坠然猜测 这种人乃事奉金王 必定不忠 事奉双亲 必定不孝 结交朋友 必定不信 治理正事 必定不义 对待下属 必定不义 这种人乃是小人中的小人 会让人悟信他的话 而陷入他的圈套之中 这种人的罪过 阴间的惩罚 比阳间超过数倍 佛经上也曾经说过 患有妄言恶苦罪业的人 此后会堕入把手 阳筒 离庚等地医 要经过长延结束 受苦之后 转身为畜生道 永远永远都吃着有刺的金鸡 若此生人道 走不能言理或口齿不清 口中常有错位 如果口说善良的话 人家还是不肯相信 这种口是心灰的人所遭受的夜报 就是如此 可不以你为敬吗 那么这一段只要是讲口过 所以老法师有开示 善悟口业不及他过 老法师说一般经典里面 讲到善良都是生口意 顺息是这样的 是生略 口业 意业 可是《无量寿经》里面讲的不是这样 《无量寿经》里面讲的第一个是口业 善悟口业不及他过 善悟口业不及他过 善悟 第二个是生略 善悟生略不失利益 第三个是意业 善悟一业清净无染 所以你想想 我为什么这样说呢 用意何在 杀捕世界众生 特别是现在的众生 最容易换的就是口业 口造什么业呢 喜欢批评别人 不知道自己是在造口业 口业是妄语 两舌其语欧口 批评人有的时候 这四个都换了 他这也不知道 所以善悟善悟 头一个就是口业 善悟口业不及他过 别人小小的过失 就恶意的批判太过分了 没有过失走呼造谣言 那罪是更重的 有过失批判的恰如其分 已经是有过失了 为什么你不厚道啊 就算说对方有过失 你批评的也没有错 就是恰如其分 其实这样也是有过失 为什么你不够厚道 忠厚的人看到人有过失 他是不说的 归过欠善 这是有理解的啊 你看到这个人欠导他 他能改过能回头你就劝他 什么时候欠他 没有第三者的面前你欠他 这个说你欠他 有第三者的时候你不要欠 为什么 因为他要面子 他会难为情 我们要守住 古人讲的隐恶扬善 别人有好的一面 我们可以赞叹 别人有过失我们不收 这个是基德啊 这是留口道啊 欠他要背着人 你如果背着人说他过失你 他会感恩你感谢你 你给他留面子 树要树皮人要脸皮嘛 树要树皮人要脸皮 大家都爱面子嘛 老实上说 归过一次 再一次不能到第三次 也就是你欠对方的过失啊 最多只有讲一次到两次 第三次就不要再说了 第二次再欠不听 以后就永远不要说了 为什么得罪人 会结怨 他不听不听你就放下 言问没道 再说会怎么样 再说就变成仇人了 他对你会产生怨恨 那你何必呢 古人说的好啊 嫌加疑解不疑解啊 这一生当中不可能绝缘 无论他换什么故事 都是很正常的事情 为什么 凡夫嘛 譬如老法师说 他在讲经的时候 有时候听到很多同学 有的见过面 有的没见过面 那么有些人呢 老和尚就赞叹他的善行 老和尚会赞叹 老和尚一赞叹 听众就听到了 都知道了 后来发现这个人有故事 不像老法师赞叹这样 老法师说 你们想想看 我赞叹错了吗 老法师说 我赞叹的是他那一件事情 人总是有善有恶嘛 不可能全部都是恶嘛 我赞叹这个人 是他赞叹他 某一件善的事情 那有些人可能听到老和尚 赞叹这个摩甲摩椅 他看到摩甲 老和尚赞叹他 后来看到摩甲的切点 他说老和尚怎么会赞叹这个人呢 老和尚说 我是赞叹他的优点 赞叹他的善行 人总是有善有恶嘛 我们赞叹他的善嘛 不提他的恶嘛 要懂这个道理 所以我们要学释迦摩尼佛 要学佛陀的身口意义 这很重要 善悟口也不及他过 决定学 学着不批评别人 我们修行 从这个地方开始做起 我们先不批评人 不批评人先做看看 你就会发现 很容易修定 很有忍辱心 很有耐心 你试看看 这也是修定的这种方式 不批评人 不能以严厉的态度 语气带人 要学柔火之子 真诚心 我们说话的原理 态度要柔火 要迁徙 要恭敬 对一切人事物 你这样去学就对了 你真的学到了 普贤菩萨要求的更高 尽忠学人都要修普贤行 不能把自己的水平向上提升 你怎么会成就呢 老师上说你看释迦牟尼佛 深烈的烦恼细腐都解脱了 可悦的烦恼细腐也解脱了 佛陀做给你看 别人对他的批评 他完全接受 他恭恭敬敬的听 不辩驳 老和尚也是这样 老和尚学佛陀 别人对他的批评 他完全接受 他恭恭敬敬的听 他不辩驳 对方说对了 你感谢他 我改过 说不对了 不回话 默论就没事了 默论就没事了 学学老和尚 对方批评你 说对了 我们感谢他 我有这个缺点 我要改 说不对了 我不回话 默论就没事 你要回话就争论了 一直听 对方如果批评你 你一直听 你不要回话 老和尚说 相信他讲两个小时 他就没力气了 他就不讲了 这样好 让他讲 我们在那里安安静静的 心里练阿弥陀佛 公公敬的对待他 等到他脾气发了 发作完了 不就没事了吗 何必要争论呢 有左改之 无左加冕 没有争论的必要 经过这样一次把自己的境界提升 自己的德行也就成就了 总要学缺隙 总要学厚道 好